可能有人会说,做一个精致的男人,那不就是娘炮吗? 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,那你已经被女人给淘汰了。 一个男人精致,在于细节体现了男人的内在和对女人的爱,而一个男人之所以精致,并不是他身上穿了哪些国际打牌,而是他的灵魂里有两个真正的奢侈品,修阳,见识。 一,修阳有一句老话叫,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,我见过很多男生,他们都是一套名牌西装,戴一块跑表,身材和颜值都在线,但是,不论怎么看都缺少气质,怎么形容呢? 就是穿得很超,很帅,但人却很土,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身穿名牌服装,每天花几个小时健身,去换来所谓的形象,但是却不如别人举手投足,天的一个细节更令人着迷,那么,这个气质到底是什么呢? 其实在我看来,气质就是无数个行为细节的组合体,而决定这些行为细节的,就是你的修阳,一坐着不抖腿,这是修阳而没有经过他人的许可,不乱动他人的物件,这是修阳,在别人递过手机给你看照片时,看完不左右乱滑,这是修阳,那在和女生相处的过程中,还有哪些是我们一流的修阳呢? 一,女士优先作为绅士文化的发源地,英国,即使是一国抢击银行的劫匪,男劫匪也会拉开门,让女同伴先进,在英国,女士优先就是法律一般的存在,从现在开始,不论在哪个场所,你都应该具备这样的意识,同样,和女生约会时,不管是在餐厅,咖啡厅还是电影院,请走快两步帮女生开门, 让女生先进,而且,在女生约坐前,请先让女生选位置,然后帮她拉开椅子,让她能够轻松入座,到了点菜的环节时,一定要将菜单先给女生看,如果女生不会点,那你就要以一个男人的身份来做这个决定,大方的接过菜单,一边询问他的口味,一边点菜, 二,说话的尺度,你是否见过那种原本老老实实的人,在网上学了点所谓的调整技巧后,开始变得油腔滑掉,满嘴都是黄断子,她们在并不熟悉的女生面前,总是拿别人的身体来开玩笑,这不是幽默,而是性骚扰, 然后,女生在朋友圈里,发了一张美美的自拍照,她也要去损几句,希望能够引起对方的注意,来和自己打情骂俏,真实的结果可不是打情骂俏,而是买平的红色感叹号,恭喜你,你被拉黑了,你们一定要记住,过度的玩笑和调侃, 只能用在熟悉的朋友之间,要是用在不熟悉的女生身上,你得到的结果只会是被拉黑,所谓的修养,其实很简单,就是这几个字,不会让他人觉得不舒服, 三,得体的肢体动作肢体语言,是暴露个人修养的重灾区,例如,你穿了一身精致的正装,却因为你慌慌张张的脚步,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卖房子的, 又例如,你的先天条件不错,嗓音很婚后性感,但是在你夸张手势的衬托下,你就像是一名在推销的保险义务员, 你应该看过电影里的那些帅气男主角,他们永远都是从容不迫的微微转头,留下惊鸿一瞥,还有其中的大反派, 他们永远都是迈着缓定的步伐出场,只有那些活不过一级的小喽喽,才会像猴子一样蹦蹦跳跳的, 总的来说,从容而沉稳的肢体动作,就是一名精致男人的重要特征, 三,如果在某一刻,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动作才会显得优雅,那么你记住,调整好呼吸,放缓你正在做的动作就好, 二,见识在网上,有一句关于电视的话,如果他受视卫生,就带他看见人世浮华, 如果他历尽沧桑,就带他做旋转木马,那么,什么是件事呢? 我的理解就是,你的经历与经验所带给你的,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,拍朋友圈照片, 晒合美女的合影,约会前辈的一些段子和谈资,本质上都是包装你的经历, 给人一种你可能很有见识的错觉,也许,你并不具备这些经历, 但至少在那一刻,女生会觉得,你是一个有见识的人, 不过,这种感觉会在你和一个真正有见识的优秀姑娘,在一起时消失不见, 那时,你会发现,你的一切包装都毫无意义,真正有见识的男人, 从不活在朋友圈里,他们即可带女生去云游四方,也可以认真的工作挣钱, 他们也可能会去夜店泡泡牛,但是更多时候,他们会在书房,电脑桌前, 他们关心政治,不偏激,不愤情,有着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, 对一切事物都有客观的见解,因为,有见识的男人, 不需要依靠物质来获得他人的认同,正如一个作家所说, 我们都在不断的见识和经历这个世界,见识和经历又不断的影响着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, 去看待这个世界,到最后你会发现,你看这个世界的眼光, 就是你自己,想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男人,你就得马上行动起来, 把跟我有时间再说,这些话都扔进垃圾桶吧,无论是恋爱,学习还是工作, 你都必须现在行动起来,如果你总是在寻找借口, 瞻前顾后,那你何时才能真正改变自己, 只有行动起来,你才能开始积累更多有用的精力, 进而提高你的见识,当你做好表思如何靠脸吃饭的基础工作, 同时具备了修养和见识这两个奢侈品时, 那么恭喜你,你终于修炼成了一名精致的男人。